武漢民從黑色賓士車下來 三十一號鴻海召開十年來的 首次臨時股東會 針對子公司富士康工業互聯網FII 在上海證交所掛牌進行說明 一大早就陸續到鴻海總部排隊 對於FII在上海A股上市一案 小股東們都樂見其成 提案結果獲得76%股東贊成通過 而國台民承諾會義務協助既有的股東 參與富士康A股抽签 下一張我們努力的目標 是健康福聯網 健康福聯網就是精準醫療 讓大家能夠過得更長壽 過去三年一直跟蘋果有連動作用 還因為iPhone X銷量不振 加上富士康鄭州廠傳出春節假期 要延長到23天是往年天數的倍增 總統傳聞影響鴻海股價 連帶跌幅在百分之一以上 第三年的時候郭台民就已經談到 他將來因為運營到物聯網 5G產業以及所謂智能的發展 他的子公司會有更多的子公司孫公司 鴻海立球轉型就希望能利用 雲端大數據在無人駕駛和智能醫療產業 和過往代工蘋果的既定印象 做出切割 記者林正堅許雙方台北報導 雙方台北報導 既然是入口的 總共有機遇 的時候 的確的話